黃金總是給人高貴與保值的印象 事實上人類的歷史有很長一段時間 是以金作為貨幣與價值儲備之本位 最近蘇富比在倫敦以希臘神話 典時成金為名 舉辦一場全都是金製品的拍賣會 從十九世紀的古董到當代藝術品都有 甚至還有一輛黃金法拉利 立刻帶你去看看 金光閃閃 從英國名模凱特摩斯的黃金頭像 稻金新製作的黃金水晶大象烈酒組合 一系列以黃金為主題的物件 在蘇富比首次的貴金屬拍賣會中亮相 這是第一次我們在銷售上銀行 在倫敦舉辦的這場 以希臘神話典時成金為名的拍賣會 是以珠寶 藝術品 合家具為主體 從古董到當代都有 甚至還有一輛黃金法拉利 人們對黃金的喜好是促成這個拍賣會的原因之一 這就是銷售 銷售是非常銷售的 而且是一名的材料 可以製造成一名的材料 你能不能製造成一個人製造的銷售 在多項受人矚目的作品中 由英國藝術家馬克·奎安打造的 英國名模凱特摩斯的18K金頭像 估計價值介於30萬到40萬英鎊 另一件由法國藝術家伊夫克萊因 以金葉子打造的藝術品 估計可達到80萬到120萬英鎊 而來自19世紀的精緻巴卡拉黃金青銅 及大象造型磨砂水晶酒器組 則是估計價值25萬到40萬英鎊 1977年型號512BB的法拉利跑車 和已罕見的金色烤漆估計價值35萬至45萬英鎊